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阿喜利的賀邊用阿德 那阿德今天要帶各位去哪裡呢? 為什麼我現在還在我的房間呢? 因為阿德今天要帶各位去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跟著阿德一起去吧 耶!那我們現在呢就帶各位來到了電視台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待會呢進入電視台 有哪些步驟 進入電視台的SOP嘛 哈哈哈哈 我們會去哪邊休息啊 然後休息的地方長怎樣 或者是電視台裡面有什麼東西吧 那跟著阿德一起走 我們要來拍一下子彈 然後我們呢門口走進來之後呢 就繼續往下面走 它裡面就有一個食堂餐廳 那餐廳的旁邊呢有一間Seven 通常呢我們門口那邊跟櫃檯人員講完之後 他就會叫你去餐廳那邊等 然後之後呢工作人員呢就會來餐廳那邊一一叫人 那這裡就是餐廳 然後呢這裡就是我們在深夜無聊的時候呢 唯一的一個娛樂 Seven Eleven 那我們待會呢進去裡面之後呢再跟各位做分享吧 那我們現在就在攝影棚外 這條長廊呢非常的長 有123456很多個棚 然後像後面這邊啊這裡就有寫2嘛 這就是2棚 那我們今天拍攝的地方呢會在3棚 至於我的場次會在哪一場呢 它棚的外面都會貼一張場次表 那我們就可以去那邊看一下說我們今天是在第幾場 然後跟誰對戲大概會等多久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 從這邊 然後從這邊進去現場 就可以開始拍攝 然後呢為了呢擔心觀眾會發現 所以我們就加一些道具 然後畫一些不一樣的妝 以防讓觀眾覺得說 欸怎麼好像某一場戲出現過這個人 然後過另外一場又出現同一個人 這呢我們畫一些不一樣的妝 來騙一下觀眾 騙一下觀眾 來騙一下觀眾 騙一下觀眾 騙一下觀眾 好 謝謝 謝謝你 哇 瞬間變老 骨渣就這樣找出來 相信觀眾應該不會發現 那我們 那我們目前呢所進來的這地方呢就是 它拍攝的現場 通常工作人員都會穿梭在這個道路裡面 那它片場比較特別是 我們這邊呢因為為了方便打燈打光 所以呢基本上它這些建築物裡面呢 通通都是沒有蓋子 都是沒有天花板的 這邊呢有房間啊有客廳啊什麼都有 可是就是它沒有天花板 因為燈要從上面打下來 然後呢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幾張椅子 這是可能給輔導啊 然後一些工作人員做的 然後機器就會架在中間這個走道 中間這個走道 然後畫面這樣一轉 有沒有辦公室 然後客廳 然後回客室什麼的 它這樣一間就是代表一個空間 那像這邊的話就是很像一個酒吧的感覺對不對 那我們等一下可能就會在這邊談生意之類的 其實它這邊有很多個棚 所以每一個棚呢代表一個不一樣的空間 像這邊的話可能就是酒吧嘛 然後一些高級的宴客場所 然後隔壁的話呢可能就是一些居家的場景 它這個板子其實拆開來重新組合 就會是一個新的場景喔 非常的厲害 然後呢它這個裡面的布景呢 搭不搭或者是要怎麼搭 那一切呢都取決於說它這個景會不會用很久 如果說它這是一個常態的景 譬如說是某位主角的家的話 他們就一定會把整個場景搭在棚內 那如果說這個場景的話呢 只用一天或者是一集而已 它只會出現一次性的場景的話 他們就不會搭起來了 這樣他們做事方面會比較快 而且畢竟是安檔戲的話 你如果說動作不夠快 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呢 那可能節目就會開天窗 對 哇那等到所有的人都就定位之後呢 我們就會被Cue進來這個裡面 準備來排戲了 今天是在酒吧 那從這個畫面可以看到 左半邊的工作人員都在場景裡面打理 那演員呢是穿休閒服表示是在排戲 那右半邊呢 演員穿著呢是正式的西裝 工作人員在外面 表示是實際正式拍攝 這樣看起來 這位朋友對生技股真有研究 沒有啦 我這個人喔 就比較容易 送你 幫助 不過被我友情人所開發的感情的藥 我真的就是業界的機率 不知道自己的身心 是怎麼聽到這個風聲的 然後 我們的部分結束啦 好 你們各位都好 大家都好 謝謝大家 我們找一下 接過一下 看路 小心喔 小心喔 好好好 喔喔 豬仔不在這兒住 那那個 好 好 然後呢 我們就往外移動 那今天就結束啦 那 換景的時候呢 總是非常的匆忙的 因為他們機器要移位子啊 然後 演員可能有些呢 就要重新更換過他們的服裝啊 頭髮啊 等下 為了要聯繫嘛 所以呢 會非常的趕 那我們今天呢 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啦 那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呢 請記得幫我按讚 追蹤分享喔 祝福各位有個愉快的一天 我們下週一晚上六點半再見囉 拜拜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啦 那我們期待下週再見啦 很漂亮吧 民視